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蚕蚓 李宗盛 编号 李宗盛 大家好 盆王好 感谢香港书长的邀请 和商务出版社的 房地之版的出版社联络安排 今天跟大家见面 在座刚才说 有一些人已经看过这个展览 很多画面应该介绍的多少 但是在介绍这本书之前 我很想说 我在香港这个地方出生的时候 很难得的香港给了我很多 从小从香港回到中国大陆福州 上小学到三年级 然后又回到香港 刚才介绍说16岁去了美国上大学 所以这个其实也是香港 这个地理位置这个城市的一个优点 那香港人如果有机会 有这种愿望的话 其实可以培养出很多的优势跟机会 所以我现在就进入这本书 跟大家解释一下 这个实践检验是真理的唯一标准 这个是邓小平先生当时 这个在改革开放之初提出来的 一个一句口号 是南京大学的一个教授 首先提出来的 也是我第一部书 《毛以后的中国》里面的游白华先生的题词 所以从那本书 1983年开始 我们一直都从事新闻报道的工作 从北京到洛杉矶 洛杉矶到印度新德里 到首尔 然后最后到莫斯科 之后又回到香港 然后再去北京 前前后后 有那么46年的时间 所以为什么会在一个故事上面 前前后后花了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 我觉得中国作为一个文明的国家 这个是基辛格先生说的 它不是一个传统的国家的理念 它是带有它自己很独特的文明 我觉得有幸碰上了这个改革开放的故事 我觉得这个故事是一个巨大的故事 是值得很多很多我的同行 花很多很多的时间来报道 来生活在这个故事里面 以近距离地来观察 它的中国人 中国社会 中国的政治体制 中国的经济改革 带来是什么样的一个社会 所以图片来说 在这本书介绍完了以后 我会给大家再看一个很短的视频 介绍给大家今天我还在做什么 所以有一些画面你们可能已经比较熟悉 所以我就很快地把这个图片播一次 然后再播一下现在在做什么这个画面 然后剩余时间我尽量回答 你们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 这些是这几年来出版的一些书 这些是这几年来出版的一些书 我刚刚来到中国是毛主席76年去世的时候 我从巴黎赶回来 那个时候只能够去到广州 所以在广州的那段时间 我看到中国人的肢体语言 跟我童年所经过的 或者是文革看到的肢体语言 已经开始发生了一个很深奥的改变 一般人的肢体语言都放松了 所以我觉得中国如果要变的话 是一个很重要的故事 所以我回到纽约就争取回来 来报到这个国家 这个是中国恢复的高考 大家同学坐在这个天安门的广场上 这个温习读书功课 因为在家里也没有什么太多的灯火 这些画面现在看起来 能够感觉到 跟之前对中国所拉开的距离 这个是七八年改革开放的之初 整个社会在西单的民主墙 新兴画展出版 方方面面都开始改变 那些北京的居民来到 这个西单的汽车站那里 就是那个民主墙 其他的这位老先生 他就在看北京日报 右边是他们在家里 印出来的这些民间的刊物 在民主墙上面卖这些刊物 这个是审判四人班的时间 那个期间 北京的人在电视上 看看这个四人班是怎么审判的过程 很快开始看到的就是北京的年轻人的医者 开始有改变 在人民大会堂 那个历史博物馆那里挂的毛主席的像 被取下来 结束了这个个人崇拜的时代 也是在这个时代 这个政治制度开始改革 很多老的领导 很多老的领导 像这里叶剑英 在人大开会之前 他就已经 好像今天的这个拜登差不多 这就是李克松 中美开放之后 七八年 是上海公报的十周年 他回到中国 心情非常好 他在我们这个专业的火车上 他打扮成一个服务员 这边 左边是一条毛巾 右手拿着一桶的青岛啤酒 来到车后面送给这几者喝啤酒 基辛格 这个是在斯汉如柯 这个六十岁的生日上 法国的大使跟中央歌舞团的演员跳舞 这个演员显然比他长得要高大 重新恢复生产的可口可乐 重新恢复生产的可口可乐 这个马辛姆五星级的餐厅 在北京重开 就是第一次开幕 由宋怀归女士引进 这个是邓小平 这个是邓小平 他要推动改革开放 外资投资 他亲自去了哈默先生的一个发布会 这个是当时 七八年 要开始搞 深圳改革 深圳作为一个经济特区的时候 我们是第一批的记者 到了深圳 那个时候深圳特区的官员给我们介绍 深圳要做什么的时候 我记得当时没有一个美国记者 相信那个人说的话 但是今天的深圳 已经发展了一个经济 已经超出了香港的规模 那个时候在上海牌 这个是复制当年的 这个Benz 180的车 你看到他们的车 都是用手工来装的 这个是六个军区的司令 坐在一起互相聊天 这个 从穿的衣服到女性的美容 这个是当初最新开始的美容手术 所以这个女士 她只可以坐了一边的酸眼皮 然后我问她为什么不坐第二个 她说如果两个同时坐的话 她没办法骑着自行车回家 西双版纳的波瑞节 萨尔塞夫人来到北京跟赵紫阳 准备谈判香港的回归 这个就是中阴谈判的现场 我问她是否认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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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的 我认为她是否认为她是否认为她是否认为她的 这个是对阿富汗 苏联从那边侧兵 阿富汗 苏联从那边侧兵 这个是在分南的哈尔斯兴起美国和苏联的高峰会议 这个是在分南的哈尔斯兴起美国和苏联的高峰会议 在这个时候 老布什的总统 已经跟苏联达成一个初步的协议 结束这个冷战 这个是Lithorania 首先宣布立陶宛 首先宣布独立的一个波提海的小国家 这些人担心苏联的坦克 要冲进他们的意愿 所以就把这些沙包都拱起来 这个是叫二加四会议 就是两个东德跟西德 还有美国 英国 法国跟苏联的外长 是在这个会议上 美国答应不会把北约向东扩 造成今天的乌克兰的战争 这个是苏联的解体的时候 一个政变 把哥伯侨夫扣在黑海的地方 这次在浦东的展览 也是第一次我的在中国以外的作品 包括在这个展览里面 最后现在我给大家看看 我现在在做什么事情 一个很短的片 刘老师您现在看到的这个地方呢 是位于哈萨克的西部曼德斯套州 我们所在的是卡拉赞巴斯油田 那么这个油田呢 有比较悠久的历史了 它是1974年开始采油 随着这个采油生产的过程 它的这个地下水就会外溢出来了 那么这样对这个整个的油田 这个区域呢 产生了一个环境的污染 那么我们就采用了我们公司的这个技术 建立了一个污水处理厂 然后把它的这个地下采出的含油的污水 给它处理成这种淡化水 那这样的就形成了油田内部 本身的一个良性的循环 解决了它那个用蒸汽的问题 同时也解决了油田的这个环境污染问题 这个项目呢 是咱们一带一路的重点项目之一 我们这个项目呢 从19年开始这个开工 一直直到这个今年 我们现在刚刚的就是马上要接近完工了 然后我们是按照我们的计划 是在今年的这个六月份 也就是这个月可以 这个项目可以完全的完工 对可以交出去 现在这个一带一路有148个国家参与这个一带一路 我其实在想这个事情已经有七八年的时间 是去年才开始启动 我准备会去40多个国家 因为一带一路的这个项目有很多 但是我希望拍的这个项目里面 现在已经拍了十几个 就是说从画面上不要去重复 所以一百多个国家里面 我准备要去40多个国家 到目前已经去了七八个国家 所以这个是我今后两三年会再继续做的事情 所以现在我希望给在座的朋友介绍一下 从1976年到今天我在座的事情 一个短短的一个介绍 大家如果有问题的话 我想借这个机会跟大家聊一聊 是的好的 非常感谢刘先生 刘先生刚才也透过他的演讲和短片 为我们介绍了他之前做的事情 和现在以及未来马上要做的事情 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就交给现场的观众 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提 那我们先给第一排的这位朋友 好 你好 刘老师 我曾经也是一个摄影记者 然后我想问您的这个问题 也是扣着这镜头时代人这三个主题的 首先是作为一个摄影记者 我前几天特别羡慕 美国的那个美联社的记者 能拍到那个川普的那个经典时刻 其实我很多朋友圈的这个摄影记者 非常羡慕 因为我们没有那种决定性瞬间的那个时代了 这是我自己认为 我想听听您是怎么理解的 然后您也经历了美国从中美关系 从对抗到蜜月到现在目前的对抗的这个时代 就是我想问一下作为个人 您是怎么看待这个时代或者这种变化的 谢谢 前三个周六你指的那张图片 我觉得美联社在华盛顿的摄影记者 他们有很多很多很丰富的经验 报到美国的政治人物 这种工作我也经历过在洛杉矶那一年是 就是列根在初选的时候去竞选的时候这种画面 总的来说我想回答你的问题就是说 我做的工作一直是这个 agricultural kids 我做的工作一直是这个月子 日子彌 彪的這個特朗普被打驰杀的这个 德朗普被打驰杀的这个 夺过这个刺杀的这个镜头 我一直觉得 这个摄影的工作 一直随着技术的转变 有一部分的图片跟视频的出现 方式方法有所改变 但是这个工作的本身是没有改变 因为过去要拍 现在要拍 这种机会能够去拍什么 在哪里拍 在哪里出现 这些都是给有足够准备的人所创造的 所以我刚才今天开幕的时候 开始的时候我就介绍 我觉得香港作为一个在香港出生的人 我觉得香港有很多很多的机会 给我的机会就是给我创造一个不同的这种教育的机会 让我受到不同的教育 掌握我的 这个学习跟思考的空间 这前者它影响到我后来工作的时候 我提我的工作带来什么 考虑 好的 好的 那我们问题继续 那我们这位女生 第一排的中间 Hello 就是呢 我刚刚在最开始的那个影片里面 我印象非常深 就是您讲到 在戈尔巴乔夫河上的那一刹那 你拍到的 就是你很庆幸 因为你拍到的是一个passing 是一个变化 然后我就非常好奇 当我看到您拍的这些照片的时候 我就觉得它里面一定是有存在一些瞬间的感觉的 就像刚刚说 有一个人评价您 就是他说您拍的照片既不是电影 也不是剧场 它是真正的摄影艺术 就是在我的理解 我就会觉得摄影就是拍下那个瞬间 所以就是我很好奇想问您的就是 您会如何用您的镜头语言去表达 或是记录下那个瞬间呢 我想跟大家介绍的就是说摄影 它本身也是一种语言 是吧 我们如果考虑到中文 中文它是一个语言 它的表达 有很多方法使用这个文字来表达 那图片本身也是这样 但是图片的表达跟文字的表达 两者其实都离不开这个作者的思考能力 摄影我觉得对我来说是 刚才说是为有准备的人创造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是先有思想还是先按快门 所以那天晚上这个很偶然的 就是前一天我受到这个CNN的总裁的邀请 说第二天你有没有事情 我说没事 不是每一天这个CNN的董事长或亲自给我打电话 问我有没有空 但是我也是 这个我是70年代中 我在刚刚去到北京的时候 美国很多很优秀的新闻机构 纽约时报 华盛顿 牛报 他们的记者送到北京的时候 很多都已经有了莫斯科的工作的经验 因为在冷战的时候 苏联是美国最重要的对象 冷战的对象 所以他们会把很多 他们最优秀的新闻记者 把他放到莫斯科去 所以到70年代 78年准备建交的时候 有几个这样子的记者 又来到北京 报到中国 所以我也是在跟他们生活的过程当中 一起工作生活的过程当中 他们就会告诉我 中国这个社会的组织 什么是学苏联的 这个学苏联的 那个学苏联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对苏联的兴趣 就打开我的兴趣 所以没想到我 我年假的时候 回到纽约 跟美联社社长 吃中午饭的时候 聊天聊起来 我就谈到 中国怎么 哪一些东西是学苏联的 他把我这段话记住了 他说你对苏联有兴趣 所以到了我是八九年的时候 我从印度又调到首尔去工作的时候 我电话有一天就响了 那个社长说 当时你给我说的 你对苏联感兴趣 现在我们想派你去莫斯科 你有没有兴趣去 所以我想如果在八十年代 我跟他吃午饭的时候 一直到八九年 我的工作如果表现得不怎么样 是很一般的话 他也不会想到我 也不会再把这个莫斯科的才识 就是让我去考虑 所以我说是准备 他不是一天两天的准备 而是你对很多事情 对苏联的共产主义的社会的理解 你对中国的理解 产生的这种兴趣 在你的生活当中 不注意你就会表达出来 有注意的人就听进去 所以这种事情我觉得 它是你的工作 你的思考问题的方式方法 所有的事情都是相辅相成的 所以不会当CNN的董事长 邀请我去莫斯科科林布林宫 因为他知道他已经跟哥布乔夫 有达到一个协议 他一旦辞职 他第一个接受采访的就是CNN 所以CNN会进去 尺利的灯光啊什么 所以他有这个机会 那里有一千多个记者 他为什么给我打电话 所以我觉得我们做这个工作 都是那里的工作经验 工作的结果 它是一种积累 谢谢 我们下一位 我们按牌算吧 我们先 看到前面有一个小朋友举手了 要不要先请小朋友提问 然后我们接下来再从第二排开始 好吗 就刘老师您好 我想问您就是 您是什么时候决定做这个摄影记者 又是什么 又是什么时候 然后呢 决定就是开始 开始去记录整 这个很多国家的这种 一刹那一个瞬间的这个 镜头和时代呢 请坐 我记得我在香港 周末的时候 我爸爸就送我去画画 学画画 就像你这个年龄的时候 后来我每个周末去 那个李老师 李刘当 他是一个印尼回来的 香港的一个画家 我每一个周末都去 但是两年之后 我觉得我对画画好像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天赋 就是我就停止了去周末去学 学这个树苗 学画画 但是我觉得那个时候 美术对我的一个影响 就是这个画面 怎么组合这个画面 其实给了我一些想法 所以多年之后 我到了美国上大学的时候 美国的大学它容许你毕业的时候 你可以选 选八个分 学分 什么课去选都可以 所以我当年 我的父亲是一个暴人 他对我的影响 就是新闻的影响 我暑假 在香港的时候 其他的孩子去玩 他就给我一段美联社路透社的稿 让我去翻译 翻译完 他给我改 所以我在大学毕业的时候 我就选了 偶然的又选了一个 一个摄影的课 那么摄影课 我教了个功课 刚才介绍那个片上 那个John Millie跟Piccaso 拍相的那个摄影师 他就邀请了我去 生活杂志 去当他的助理 所以这种机会 有时候好像是很偶然的 其实我觉得 还是你对事情 你对事情的兴趣 不一定 马上这个兴趣 会转变成什么东西 但是我觉得教育 学习 就是不要太有 怎么说呢 就是太有功利感 就是我一定要学什么 我一定要做什么 因为你去学理科的话 这方面 是学数学 学生物 要当医生 这可能是比较直接的 但是你要去学习文科的时候 他要求的不是这套东西 他文科的时候 他希望你对生活 方方面面的经验 独有兴趣的人 因为文科 他没有公式化的 一加一等于二 文科他不是学这种东西的 所以我觉得 小学在香港 学画画 虽然我没有变成一个画家 但是我从画家身上 对他们的这个构图 对这个画面的感觉 显然后来影响到我的画面 摄影的画面 好 谢谢 那我们请第二排的 这位男士提问 刘老师你好 就是我其实前几年 看过您的一本书 叫世界不是这样的 然后里边讲到了 当年76年 回到中国的时候 拍了一组广州的 当时人生活的照片 然后你觉得 你说中国人的肢体语言 是非常微妙的 这个应该是 您口述中的一个原话 然后您说 比起您前几年 回到回国探亲的时候 看到的人的肢体语言 他们是紧绷绷的 发生了一些变化 然后我当时看这本书的时候 就有了一个非常深刻的印象 然后刚巧您刚刚在 跟我们讲一张照片的时候 又提到了这个词 叫肢体语言 我不知道您现在还会 观察肢体语言吗 如果有的话 我想了解您对当前 当下的这个时代的人 的肢体语言 有没有什么新的观察 就是像 或者可能会有一些对比 我觉得我可以形容 这个摄影师 或者画家 比如说中国当代画家 刘炎东 刘晓东 就是他画人物的时候 画他的肖像的时候 你可以想象到 他对人的肢体语言的 这种解读 也是很深奥的 所以这个肢体语言 他不是说今天有明天没有 因为你要拍 你要远镜头 去说故事的时候 你很重要 就是说 一般的人拍邓小平 拍完他 拍一张他的新华设计 他就走了 但是我还是 我还是关注邓小平 会做什么 所以突然 他眼睛表情 就把他的性格表现出来 所以这个肢体语言 如果我拍一个人 我拍他的肖像 我不注意他的肢体语言 他的眼睛告诉我什么 他的脸部表情 告诉我什么的话 我很难知道 他对我的信任度 信任到什么程度 所以我也拍政治人物 当时我也拍巩俐 也拍徐 也拍这种 取引他们 我拍取引的时候 我说你可不可以 把衣服都脱掉 他说我第一次见面 怎么就刘先生 叫我把我衣服都脱掉 他就刚才 不是在这个传单下面 我要他这样做 我就觉得他已经有这种 已经对这个画面的理解 我听他的谈话 我听他的声音 我对他对事情的观察 我觉得我可以试试看 他愿不愿意这样做 我之所以要拍这个 不是说我对这个画面 有什么样的特别的兴趣 我是想从美容 做双眼皮到演员 他怎么表达他自己 对这个画面的理解 他愿意与不愿意 所以我发现 好几个演员 我跟他拍 他们都很积极地配合 所以我觉得你对这个字体语言 同样的你可以拍一个塔利班 你就不知道他这个枪会不会对着你 或者你会不会变成一个人子 把他把你扣下来 很多阿富汗的记者 其中一个华尔街日报的记者 他被砍头 所以这个东西不是一个很轻的话题 但是对一个身影 对一个艺术家来说 你对对方的观察 是一个很严肃的话题 因为你对这个东西不敏感的话 你要对方对你有什么样的信任 这个是没有什么基础的 好的 问题继续 后排有一位先生高高地举起了手 那我们先请他提问 谢谢刘老师 我想请问一下 您会不会觉得在未来 一些生成式AI 他们生成的一种非常逼真的一些图片 在社交媒体上的传播 对于公众事件的一些认知 混淆一些公众的一些 社交媒体的认知和视角 如果会有这种趋势的话 您认为是说 作为我们这些媒体人 摄影人 去怎么去应对这样一种趋势 谢谢 我注意到三个礼拜 还是前两个礼拜 香港政府也开始说 对知识产权 对AI带来的这个知识产权 应该是怎么样处理 我很高兴看到 大家就是 对这方面的这个 已经开始很严肃地去研究这个事情 但是我觉得 回到我们这个工作来说 比如说 现在已经是两年前 有一个女的摄影师 她得到这个耸泥的摄影比赛的一个奖 她就提出来 她说 我拒绝接受这个奖 因为这个图片是假的 那她就介绍 她怎么把她的母亲 年轻的时候 母亲当时的相片 把自己的形状也做在这幅作品里面 所以我觉得 要回答这个问题 就是说 我们大家 每一天都要吃 早餐 午餐 晚餐 三顿饭 你要怎么吃 你有一个选择 对吧 不像过去那些人 吃饭是没有保证的 今天你有吃饭 有选择的时候 你要吃素 要吃什么东西 你的要求可以 按照你自己的标准 去选择 那回到我们做记者 做拍摄的话 如果你觉得我用AI 我拍的东西来 是为了应付一个事情 或者做一种 我不要说是一种 惰性的创作 可以在电脑上 找到各式各样的画面 然后形成一个画面 现在在网上 都有很多艺术家 他说 我现在正在做AI的创作 但是你想想看 如果你是文字记者 是摄影记者 像三个周六 特朗普 那个发生的 被刺杀 然后活过来 他的表情 什么 这个东西 是没法 没法用AI来创作的 所以我相信 如果一个人进入这个新闻报道的行业 你对这个事情的这种含糊 不要说AI 哪怕是PS Photoshop 已经有很多 像Steve Mercury 对吧 他拍印度的时候 他说我是艺术摄影师 但是他之前做的工作 他是一个即时摄影师 然后他就把一个 在这个画面里面 把这个电灯杆 从这里 螺到那边去 在画面里面 他就受到很多同行的批评 然后他自己要出来 要怎么样解释 做艺术 他说我画画 我可以这样画 我也可以那样画 但是我觉得 我觉得他还是被这个事情 受到一定的冲击 所以如果我们 我们进入这个学校 进入去学这个新闻系也好 或者不是从其他的行业 转成新闻系 要做这个的话 如果我们没有这种道德的 对自己这个标准 没有一个标准的话 这个事情就没有什么基础了 所以这个讨论 也变成一个无效的讨论 好的 我们应该还有一些时间 可以继续问题 那请大家再踊跃举手 好 中间有一位女生 谢谢刘老师的分享 那我想请问一下 您除了做摄影 有拍一些片子嘛 就是除了做photo 还有做视频之类的嘛 因为现在好像小视频 会比较的流行 在很多新闻媒体 都是看小视频 大家也比较习惯的刷手机 那像您说的决定性的瞬间 它是那一个刹那呢 还是说像视频那头 至少会有几秒钟 就是所谓的那个passing的 那个含义啊 就是是不是就是会随着 视频的出现而发生一些改变呢 对 这个问题提得很好 我可以这样解释 就是现在在很多报社 这个摄影记者 他都要兼做拍视频的工作 因为你手上拿着的相机本身 就可以做这些表现这些工作 但是我想说的一点 就是说 刚好上周六这个图片 在全世界得到这么大 这么广泛的关注 就是那个是一个瞬间 因为这个摄影的语言 它通过单张图片 要集中好多好多的信息在里面 它是用这个摄影的语言来表达的 但是视频跟电影 它是一个持续在动的画面 所以这个讲故事的方式是不一样 视频它可以有声音 有音乐 有等等的事情 但是画面 它是单独的存在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会不会这个东西 以后就失效了 我觉得不一定会这样子 我给你举一个例子 就是比如说有了这个数码的 这个有了手机之后 这个数码的摄影 人类现在每一年 拍的是几万亿的图片 但是你会发现 大家还是要去M家博物馆 去看摄影展览 就是说你的要求是不一样的 对吧 看到几万亿的图片 你吃饭你也拍照 去玩也拍照 什么什么 它这个数量的增长 随着这个技术的发展 越来越快 越来越多 所以现在传统的包子 摄影或者通过包子 或者通过杂志的这个功能 现在我觉得慢慢慢慢已经 被美术馆 被博物馆取代了 但是一个摄影师 如果他是艺术摄影也好 是做技术摄影也好 他在这个范围里面 他的创作 如果是一般般的话 他也不会 这些作品也不会 会跑到博物馆里面去 所以这个过程 它是很微妙的 博物馆现在变成是一个 一个对美学 对一个趣味 对很多很多的话题的 一个判断 一种选择 通过一个展览 所以全世界的 过去的美术馆 它不做摄影展览的 它现在都有摄影展览 所以全世界的摄影展览 据我了解 这个观众的数字 都是两个数字的增长 就是很多人 他觉得拿个手机 看一张图片 他觉得不痛快 他还是希望 回到 如果好的作品 在一个美术馆的空间里面 他有他的时间 他有他的周围的空间 他可以看 回头再回来再看 所以对看画面的习惯也在变 对看画面的内容也在变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它不是两者去选择一种 而是我们的传播的方式 是多样化了 所以传统的媒体 是受到手机 网站的冲击影响 非常非常厉害 所以现在包子越来越少 因为他们的预算也越来越少 所以他不能够 把刘强正这个人 从这里送到那里去 而是你在那里生活三年四年 你报到什么 我们就看什么 这个产生了一个很深奥的变化 我从事国际新闻的报道 最活跃的那二十六年的时间里面 五个分室 美人士把我放到这些分室 纽约从来都没有问我 你今天在做什么 你明天要做什么 因为他能够把这个记者 放到一个这么远的地方去 他就知道你要报到什么 你的判断是对的 我们把你发回来的稿 我们把它发到全世界去 而不是他坐在纽约告诉你 你在北京 你在新德里应该做什么事情 所以这种工作的机会特点 也是传统媒体过去 在一个黄金时代创造出来的这个机会 现在还是有 但是报社的选择什么 哪里会有分社 哪里不应该再是分社 已经发生了一个天方地府的一个改变 但是我们如果对新闻这个工作有兴趣 我们的工作的方式方法 其实没有很大的改变 因为你是愿你的眼睛 你的思想 愿你的心 去把这个事情 按照你的能力 能够把它报道出来 这个我觉得 这种说故事的原因 我想不会一天两天会消失 因为整个西方社会 这个圣经就是一个说故事的 在中国 孩子要告诉父母 今天发生了什么事情 他其实也在说一个故事 所以人类这个群体 我觉得要说故事 要听故事 就是这个希望 这个兴趣 不会减少 而是真 因为除了这个技术的发展 是越来越广泛 但是要把故事说好 要把它故事说得 如实地把它报道出来 我觉得这个功能 没有被取代 这个区别 我们应该把它分类一下 好的 我们看到还有问题 但是我们时间 应该只有最后一个问题了 我们就请这位先生 提出最后一个问题 好的 感谢主持人 感谢刘老师 我有一个个人的感受 我想请刘老师帮我 判断一下对不对 就是我感觉过去五六年期间 我读西方主流媒体 对中国的报道 是基本上越来越负面 到现在就基本上 很轻益色的负面 我不知道这个是我个人的一个 偏见的感受 还是说您因为在西方主流媒体 工作了几十年 您也有这样类似的感受 如果是真的的话 那这个造成的原因是什么 有没有办法在未来 会有一个改变 我觉得你的观察是很对的 现在就是在 现在这个中美的关系 我觉得它是一个意识形态的竞争 美国的还是觉得它是世界最强的国家 目前的国际次序是他们建造起来的 他们应该继续去引导全世界 但是我觉得越来越多的国家觉得 它要一个多边主义的 应该每一个国家 它的发展 它的发展的什么优先 什么是做出什么样的选择 应该在一个社会 享受它的主权的情况之下 得到的社会的认同 而做不一样的一些决定 所以这两者之中是很 带有高度的竞争性 我不知道你在美国生活过没有 或者在欧洲生活过没有 如果你把美国 欧洲 中国 或者是日本 这种社会来比较一下 你会发现 美国人对这种意识形态的认识 一点都不亚于 在中国的意识形态 包括了很 六十年代 很左的那个时代的 那种意识形态的认知 所以为什么你问问 你有一些华裔的子女 对吧 她们到美国去移民去美国 她们的第二代 在美国出生了之后 很多很多她们就 不愿意说学中文 或者说中文 现在这个有改变了多少 我不知道 但是我身边 作为有很多很多的ABC 她们就是不愿意去说中文 她觉得她学校的时候 大家看到她的脸孔的时候 就是大家都要有说同样的事情 谈同样的足球 看同样的电影 要同样的要学美式的英语 所以很多第二代第三代的 她们到了大学的时候才发现 我虽然是在这里图生图长的华人 但是人家看到我 还是觉得我应该会懂中文 但是我不懂中文的时候 那种焦虑感才开始显示出来 然后她们开始去学中文的时候 发现她们的记忆力 没有小孩子那个记忆力了 所以她们 我看到太多这种案例 所以你说现在这种报道 我个人觉得反正是 因为我工作的第一天 就是在美国最主流的媒体工作 所以你不要去问我 你问她们也会 我觉得如果她们客观的话 也会如实地告诉你 现在这个报道是很不反常 这种意识形态 引导的 这种看问题的办法 好的 谢谢刘先生 也再次感谢刚刚提问的 各位读者朋友们 那么我们接下来 要进行签书环节 但是我们在此之前 还有一个小环节 是香港贸发局TTC 他们也有一个礼品 有一个感谢礼 要送给刘湘诚先生 所以我们现在有请 贸发局的代表上台 也请我们工作人员 可以准备一下签书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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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